《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了 这节最后一节 我们不用说到这么大仁大义 不如我看这两宗新闻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看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情 我们经常说日本是一个有礼无耻的国家 我们又很有耻吗 话说又有一宗足奸在藏的案件 但我觉得真是很奉仇 往往就是这样 在汕头有一个人夫指控 他说他老婆叫王梦杰 王梦杰有职位在社会上 是婚姻家庭幸福建设协会的副主席 等于我们小时候看 那些什么道德重整会的主席 多数是横家产来的 就搞小女孩了 确实是这样的 他这个是在婚姻家庭幸福建设协会 做副主席的老婆王梦杰 竟然有外遇 外遇就是龙湖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叫王云杰 好了 当他发觉他们 撒你脉腿之后 南方还不断出现威胁 说撒你老母 甚至乎这个人夫好冷气 就将他逐间在床的影片 和不堪入目 他老婆和王院长的情话在网上曝光 一曝光之后 龙湖区卫生健康局就说 已经联合相关部门成立调查小组去 去核查了 好了 大陆呢 就真的刚刚少说的 只要我们什么都不好 你可以快乐 这些人都是的 你好像这些人 还在说搞偷情 你知不知我现在大陆 我的朋友跟我说的 我的环境 是 是差到你真的不能够想象 我想大家可能听闻过 最岁30年 有些东西都不好说 供楼只笑死你 譬如 譬如 大家都知道的 detail 大概未必知道这么细致 你买一层楼500万 而一跌到200万 你供了100万 还欠银行400万 当然是负资产 你没有失业 没有供半年 6个月 7个月 8个月 绝对他应该要收楼 过去来说 现在一定不收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呢 一收楼 就要拿出去拍 是 你欠他400万 他当然要拍400万 会不会有人投 不会有人投 因为尋楼值200万 但是那拍200万 第一都未必有人不来 是 就算有人来 就银行那200万 怎样呢 就说他刑怪你 身上追你 但是你没有的 那你一单半单 就说多起来 就倒闭了银行 是 那他怎样呢 我朋友跟我说 银行找他 喂 冯先生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喂 你5000元是不是吃力 你供得多少 我供不了了 喂 4000元 我就没有了 3000元 吵你老母 我没什么做啊 喂 这样吗 那1000元 吵你老母 我没什么做啊 都说了 你就收我一层楼吧 真是发乱了 喂 不要那么怒气 冯先生 喂 我看你 咦 原来你供我5年啊 咦 都供我30万啊 譬如 我没有计算 喂 不如这样 那样 我又给你30万 好吗 他意思是他不是给你30万 是 他意思是 你已经供了30万 嗯 他呢 吵你老母 就给我骗你 当你之前未供过 然后呢 就在那继续供 现在的钱 是 但是你之前的筆 你是未还的嘛 即是由第一期开始再还 拖到他 总之 不要 不要揭开个屎盖 嗯 是这样的情形 是 但是这样就麻烦了 就变成呢 你说这个是恶性循环 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呢 因为真是失业嘛 又或者真是他还有2万元的 他没理由 他明知你银行那样 那我当然不供楼住啦 我当然是做其他东西啦 那银行 你见到你那样 这个真的是恶性循环来的 楼价就只要再向下 所以三中全会刚刚开完呢 其实呢 我本来想讲一下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没意思 又是既要什么又要什么 喂 你真是不行的 这个世界上 我不懂啊 管国家这么大 喂 喂 你又 我们伟大的集主 经常都是这样 是 喂 真的不行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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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难搞 喂 不要说那些越讲越远 总而言之呢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卫大祖国呢 就是 始终 我们唐人 我们华人 当然希望自己国家好 捱过去 东升西抗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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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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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句含家产 竟然在我们这么critical的时候 我们卫大祖国还在玩偷情 综合内媒报道 这些人夫呢 嘩 真是惨 网上指控老婆王梦杰 将已婚的王弘佳 即是龙湖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院长 带回家 这个真是含家产 嗯 你去偷食还是偷食 带个女儿回家 其实老公带个女儿回家 真是很含家产 真的没得原谅 全程被屋外的走廊 屋内的监控拍低了 影片里面 王弘佳还问王弘佳 你是不是射了进去 王弘佳说 不敢怕 有儿子就生了 你又这样 吓吓家产 好了 仁夫说 王弘佳 除了是第二人民医院院院长之外 也是党总之副书记 甚至去年还获班这个 山头好人的奖项 很厉害 山头好人 很厉害 近两年开始出手豪爽 送了很多贵重礼物 王弘佳 表面他们是契姓兄妹 老实说 实际是跟妻子发展分合一起 现在我们去到这边就少了 小时候你有没有朋友 搞契哥契妹 有 有 是否多数契妹契上床 是 真的 真的 混不了那些就是契 又说 但后来慢慢慢慢就契妹契上床 反而少一点 是吗 多数契不到就是契 我经常听到这个字 我认识 有一个契妹 几十年都是契妹 就说真的没什么 但那是很例外 反而我觉得多数 正如你所说 混不了就是契妹 是的 是的 我们还是朋友 譬如那个女子院 他那个儿子 是 我们还是朋友 你是好朋友 吴东说 喂 老实说 如果我是你 各位网友 你要问心 其实你去到那时候 你真的肯下决心地想定 没有啊 做成想朋友 我不是要做你朋友 歌唱 但愿不止是朋友 喂 为何要唱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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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敢选手 喂 不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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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會溝到他 會的 反而有機會更有得上身一點 你不是 我們還是朋友來的 是啊 不如這樣 我從小到大 我很想要哥哥 我一直把你哥哥這樣 不如我做你乾妹 是 含糟糕 到時他加 大堂仔你還要去買一條金簾 兩萬 你怎麼吃三皮 兩兩 這家兩萬七元 混蛋 喂 真的的 好貴人 早點攤牌跟你說 這樣就更好 反面就反面 你真是契惹了之後 你真是要送金送成 還有還有 喂 吵你老母 你真是問心那句 有時有很多人說 為何你不敢跟他表白 他說 如果不是朋友 不是這樣做 你不是要跟他做朋友 是 你是肯定跟他做愛 如果你想要誠實面對自己 吵你老母 喂 吵你老母 一天見到他 吵你老母是 吵架 吵你老母 嘩 有人看不得吃 吵了然後他還要 阿哥啊 大哥 他就帶男生來 還要換男生 還要看他 幻想到 喂 沒有 你直接就玩了 不用的 直接跟他說 他就說 我不能做朋友 我不能做朋友 就不做朋友 我真的喜歡你 我想要和我女兒 你說和我乾妹 將來你打換圖 我可能會不能 你還要看越過 你都吃你 沒有吃的 不是 然後他說 那你這樣 要是這樣 你讓我撿一擠吧 直接開口 直接開口 我說 都是有機會的 我神經病 你說什麼 我不是喜歡你嗎 我想撿你很久了 你自然大聲一點 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回家打飛機 我說你變態 我是這麼變態 是 吵你了 我竭屎抵你 甚至會 吵你了 我懶得要吵你 我懶得要吵你 喂 這樣又可以做 未必一定可以 還有一些機會 你不要裝作 還要騙自己 你還是朋友 你說 是 懶得要吵你 你可不可以放鬆身 糟糕 我從來未見到一個例子 說做了契兄妹之後 還可以回家 不可能 難的 反而像你說 只要盡力一擠 撥下去 不是 我不敢這麼說 親兄妹都有人出過妹妹 但是 是難一點的 是吧 你可不可以契妹 契什麼東西 喂 你當時不是我 你又不能拿出來 我沒有 是你誤會了 OK 我這樣當我誤會了 我現在跟你表白 我想你做個女朋友 是 我沒有 他說 不行了 我們做朋友 那麼抱歉 吵你了 你在另一邊走 吵你了 在另一邊走 去的人 他都 或者過兩天 你一定要忍到 過兩天 去翻鬆 他心裡有愧疑的 啤梨哥 啤梨呀 為什麼你在這裡 你不敢服他 你真的不理我 我們不可以做朋友 你真的不願意 去看看是甚麼環境 你就是不願意做朋友 是 吵你了我就要診你 是 吵你了我去 我第一眼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見到你 我已經被你吵 你要稱讚他 你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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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白的肌膚 吵你了 吵你細緻的五官 和心斷 吵你了那麼種香味 我已經很想 我已經得殺了 一秒鐘之間 喜歡過你了 那麼奇怪 就是這麼奇怪 我還沒試過的 我見到很多女兒 我經常想吵她們 都有 但我沒有這麼喜歡她們 我吃飯就想著你 吵你了 我做事就想著你 吵你了 我就是想你和我女兒 吵你了 你都跟我說 你說到哥哥 阿哥去想嗎 吵你了 你老母子吵咬她 喂 方想中又很混 我真的 那是真的 是啊 我認了 我拜呀這個 你如果 你一做朋友 喂 你做朋友是自己斬自己攬 明天我一定要播回 但要不知是朋友 除了奶奶奶奶 是怎樣唱的 喂 大家網友 但要不知是朋友 第一句 自著理後 是嗎 是啊 自著理後 那我真的不想記住 但不自願是朋友 是啊 你唱啊 你讀出來 我弄得到我都沒有音 這樣 不自著理後 自著理後 但不自願是朋友 是嗎 是啊 是啊 真的 喂 有時候甚至乎 喂 那些女人表得白 你要想一想明 她一定是這樣說 喂喂 但是這樣 有時候她這樣說 女人的說話你真的不要聽 真的 女人這樣說就不代表她是這樣想 我經常都覺得 你跟一個人分手就好 分手就好 千萬不要求求女人 對著女人 你這樣其實她更是你不起的 沒有的 一定沒有的 真的 你反而擺出你自己的態度 她還尊重你 對著女人 別說女人 別說女人 她說 蛤 我覺得你很賤 原來一直這樣 那你 喂 妙挑索女君子 我求你覺得 我賤就賤 那就是想這些 那如果 我不領 難道 你真的問我樣子 你不是問我個人 喂我真的不懂得分 我現在總而知我就是喜歡你 難道你說你生了豬賴 我會喜歡你嗎 可能我也會 但我們當然不知道 因為你真是這麼聰明 是 你便探究她 好了 你不讓我戳 不要緊 你可不可以 你又當我大哥 你當我滿足我一次 不要說讓我戳 讓我疼你額頭一下 因為我在法目中 已經疼過這千萬次 可不可以讓我疼你額頭一下 就是額頭 不斷探究她 那她一不抗她 你就疼她的額頭 不抗她 再疼她 你真的疼她 你會說你摸頭 我真的忍不住 對不起 她不太說她 就丟了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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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的嘴巴 她知道她 她不能給你 她就沒有問題 她一身來的時候 就是打車 就是這樣 是真的 就是手指揉頭髮 就是上鎖 然後就爆房 就是這樣 是真的 就是這樣 喂你記住 你反而出了一次 第二天醒來 可能她說 我們昨晚 大家都有點衝動 我 我們 我真的 其實對你 那你 算了 算了 你得到你的事 反而 你狠狠狠 你狠狠 你狠狠狠 你狠狠狠狠 你狠狠狠狠狠 你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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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黃雲佳除了第二人民醫院院長外,還是黨總司部的書記, 獲班這個汕頭好人,跟他老婆說話說兄妹,原來是佔婚愛情, 人夫說他逐姦在床之後,黃雲佳一點都不怕,還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把事情壓低, 最糟糕是老婆都站在黃雲佳那邊, 還說,你不要想著玩東西, 要不然,如死破網,兒子都沒有面子, 原來這個女人是自然的,竟然被老公踢爆了, 還凶回老公,你爆出來, 他跟老公的兒子都沒有面子,這些女人真是自然的, 好了,他等了兩天, 他忍不忍住,因為老婆都說了這些話, 他真的擔心自己跟兒子的人身安全, 他只能把他逐間的影片上傳網絡, 他說這個作為無法無天, 請社會主持公道, 要令歪風得道處理, 當然,龍湖區衛生健康局馬上說, 你要核查,要核查, 好了,黃雲佳, 山頭市龍湖區醫院, 共體總醫院的院長, 大內科和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大頭人, 畢業在山頭大學, 山頭大學, 李嘉誠捐錢那間, 唱什麼, 《光輝歲月》那間, 什麼,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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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讓他們以後, 庭竿大學做成功, 在全市山頭好人的評選中, 黃雲佳又是2018年第二季度, 山頭好人, 的榮譽稱號, 嘚嘚嘚嘚嘚嘚嘚, 那我們也搞搞這種, 要搞這些就可以了, 你現在想想, 沙田好人, 沙田賤人, 過年一個 是不是好人色, 大灣好人, 大灣賤人, 這樣反而行,黃大仙好人,黃大仙賤人,就這樣算了,山頭好人好人的人, 從他人夫上載的視頻,這個黃夢傑的老公和他的老友一起拍的都挺有質素的, 因為除了黃雲佳光著對腳之外,上載的片裏,黃夢傑都是衣著整齊的, 似乎這個仁夫江哥和他的兄弟都給他們面子, 視頻錄製時間顯示,事情發生在2014年6月1日下午, 江哥這個仁夫在事發後一個多月,即7月多,都沒有曝光這件事, 因為他等著兩個人悔悟,可以平靜分手, 誰知道黃夢傑還直接去法院,申請法院把他的資產都凍結了, 所以是這麼厲害的,於是冷靜過幾月後,隱無可依的江哥, 和律師之詢過,律師都叫他,可以用這個策略, 無網絡曝光兩個人的醜事,當然網友看到, 他還說,他叫他,他叫他,是散頭好人, 他叫他,他叫他,是婚姻家庭幸福建設協會的副主席, 當然他就諷刺他,不再說了,各位,首先我們看, 所以你说娶着老婆是否漂亮, 真是不重要的那些含家产, 我们先看看照片, 这个就是汕头好人, 吊尼罗母是含家产, 吊尼罗母有四眼仔戴上褲子眼镜, 还要古人名精怪, 吊尼罗母在粗框下面没有兜的, 吊尼罗母两笨入白白又不严, 吊尼罗母是穿西装又不打胎, 西装完衣服下面又不穿底衫, 含家产才是含家产, 吊尼罗母看过是含家产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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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去看看那条女孩, 喂,喂,我这样说, 阿黄梦杰呢, 汕头是婚姻家庭幸福建设委员会的副主席, 其实是受例可人的, 真的, 是受例可人的, 这些汕头妹身材都看不到她, 但是你说如果有个人妻那么淋賤, 吊尼罗母, 当然啦, 他那个汕头好人当然是沟过去, 又送给她, 但是说契妹, 吊尼罗母一起出出入入, 吊尼罗母还可以中出, 可以射进去, 吊尼罗母看过是吧, 再去, 这个照片就没那么好, 但是OK的, 说汕头广播电视台, 我也找得很辛苦才找到她的真相, 再去, 吊尼罗母, 身材高挑, 都在扮作一件医生袍, 吊尼罗母做什么, 这些医生袍是哪来来的, 虽然淘宝都是几乎, 当然是吊尼罗母那些, 吊尼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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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妇又有个痛苦, 其实男女, 当你认识了真面目, 问题是你个儿子, 其实有个儿子, 我看这些我会很生气, 吊尼罗母, 你不想顾大事, 都顾个小事, 真的, 你吊尼罗母, 这些业园, 所以汕头好人, 这是吓尼罗母, 另外最后一单, 我不讲那么长了, 因为今晚的节目, 第一晚完成了放假的节目, 都要讲, 都是大陆的, 中国人民大学, 说中国人民大学, 都不是宾州的, 在中国是双一楼, 二一一工程和九百五工程, 很大学来的, 有个人民大学的博士生, 叫做黄迪, 实名举报他65岁的博士生导师, 王桂元教授, 在2022年5月21日, 对他进行性骚扰和强制威胁, 还要求他发生性关係, 有了录音, 黄迪的录音带中的材料说, 教授当着他面脱衣服, 说要跟他做夫妻, 还强吻他, 握他的波, 他说他拒绝和黄迪, 发生性关係, 黄迪就说, 教授你老母, 你仍有两年, 有两年三年在, 我要你飞上猪头就未必可以, 但我不让你毕业, 就一定可以, 真是恐吓他, 这个前规则是否怎样呢, 现在有一单一单, 因为我天天看大陆新闻, 我发觉, 现在都可能令到那些, 舔着素的人都开始糟糕, 因为越来越多的小女孩, 现在新一代不同, 无论在大陆也好, 他不像以前那样暗瓦底, 他真是上网踢你, 就算英国欧洲那些都是, 喂, 你还是以前那样, 一踢你, 又錄了音, 你就死了, 你为何会被人錄到音, 根本你大安置疑, 想着以前他们真是很威风, 是吧, 博士生, 是吧, 抗争, 我们看过那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例如大陆, 那些妈妈, 想她进球队, 做球队有些被教练吵, 那些什么省队那些, 为什么呢, 他分钟可以拿奖学金, 甚至乎成为中球明星, 你想一下, 你这个是多少, 一浅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可以, 可以得到一种权力的快感, 就是, 你将你的人性, 专业踐踏到零, 我有权, 你没有权, 就要被我了, 就是这样子, 我们又看看这个, 这个黄迪, 我们就这样, 他实名举报, 戴着口罩, 戴着看, 他似乎都可以的, 好, 可以的, 好, 起码, 虽然她遮住口罩, 臉, 但也叫伯伯, 批青木秀, 批青木秀, 所以这些妹妹, 很容易骗到我们的广东仔, 真的要小心大家, 吃就吃, 吃完, 不要回家, 因为真理的思想有些距离, 他现在千于百顺, 过几年就虎妈了, 吴家产, 凶狗你, 好, 看看那个教授, 你老母臭, 是, 你有没有啤, 你这么英伟都说, 你这么狠样, 吴家产, 还要当着女儿面前, 脱衣脱褲, 强渣脱褲, 等别人搞狗你, 这个教授, 叫王桂元, 还要是, 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扑街, 中纪委搞狗他, 不肯给谁我, 不肯给谁我, 不肯去不到中纪, 不用到中纪委, 不肯去的, 好, 好, 多谢光少, 不要紧, 真心说, 你听到你召唤我, 我扑到你了, 不要说这些, 喂, 不要说那么多, 你有苦口烈奇, 还有哪两个节目玩, 我记得有三个节目过, 没有, 那些是阿公的, 阿公的, 阿公的那些都会听, D100, 风中三子, 没有了, 另外的足球节目没有了, 现在D100, 如果说D100来算, 是不是还是一个年费, 就不听, 即是去那个, 对啊, 另外网台就还网台, 网台还网台, 好的, 那去威廷有没有, 都应该, 跌一些, 就是那个, 还有没有风波, 没有变得是跌的, 有没有风波, 没有, 没有, 没有了, 风波一向不是的, 早上有新闻天地, 没有做了风波很久了, 没有很久了, 老板只是做摩托街, 哦, 摩托街就是讲旧事的东西, 是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